大熱天下製作料理 嫁來台灣13年 來自印尼的秋美華 一個人在兩三坪大的空間 忙不停 這樣也持續三年了 剛開始的時候 又買菜 又切 感覺到忙不過來 後來慢慢慢慢 自己調一下這樣子 今天要準備什麼菜 就午餐準備好 然後早上早點來這樣 做到8點半 終於有休息了還好 可以休息一下 笑說還好 但其實真的很辛苦 會選擇在這裡開店 最大原因是要顧家人 婆婆她腳不方便 然後順便顧小孩 因為以前上班 要外面都10個小時 11個小時在外面 要加班 然後沒辦法顧得到家裡的事 家就在隔壁 就近工作照顧婆婆跟小孩 先生抽空也會一起吃飯 因為自己吃素20年 覺得養生 也希望家人吃得健康 我這裡煮好 又中午晚上拿過去給牠吃這樣子 對 然後晚上小孩子下課 4點 5點下課嘛 然後就弄給牠吃 對 可以顧得到一家人 雖然是素食 但是料理豐富多元 不但有印尼口味 還有台灣跟泰國 也因此累積不少熟客 剛開始說怕沒冷這樣子 有沒有可以養過這個小孩嗎 可以渡過這個關嗎這樣子 在想 後來努力在做 各種異國料理其實是邱美華 在過去多年餐廳打工經驗中 像廚師學到的精華 現在也就靠這技能 盼著給家人好生活 讀書 還有叫他補習 兩個都補習 補習英文 希望他成長 以後 不要像我這樣子很辛苦 以後希望他 讀書讀得很高這樣子 努力工作 希望給孩子好的學習環境 同時也推廣健康素食 讓異國料理飄香台灣